分享是爱,爱是分享,嗨大家,欢迎来到五个分享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FirePhoenix出品的1比6 合金压柱,明界守护人阿努比斯 这款阿努比斯刚开始出来的时候 仿佛就在昨天,我那时候还想 这个品牌出个阿努比斯,咱们看一看什么样 之前我做过他家的视频,就是两个骑士 性价比是非常高,性价比非常高 我记得当时好像是两款,好像是平均700块钱一盒 然后有一定的合金材质 如果说让我去花500块钱买一个1比12 那我宁可再花200块钱去买一个1比6的一个比例 我觉得1比6的比例做起来还是看起来很舒服的 可能是我玩习惯了 那么话不多说,咱们看一看这款阿努比斯什么样 首先我拿起来之后,这个盒子,包装盒非常的沉 2570克 兄弟们,整体这一盒5斤的重量 然后咱们话不多说,直接把它拆箱 包装峰会的侧面,还有一个头雕的特写 后方 因为它宣传的时候说80%都是合金压柱的 咱们看一看里面都是什么 首先是一个说明 开箱 这 这 这阿努比斯有点 有点残不忍睹啊,应该就是运输的时候会掉落吧 这是第一层的布局 哇,好重啊 这是第二层的布局 接下来呢,咱们把所有内容物取出来展示一下 好,这些就是阿努比斯的所有内容物 这款飞尔菲尼克斯的阿努比斯呢 它的合金用料呢,是非常非常的足 可以看到所有你看到的金属部分 全都是合金压柱 可以这么做,全都是合金压柱 就每一个部分 大家可以听到这个声音 非常的砸手 它虽然上面写的是80%是合金压柱的 但是我觉得基本就是全都是合金压柱 这款阿努比斯的金属材质 真的真的是用料十足 开箱之后呢,我发现一个位置 就是它的胳膊这个位置 腹甲这个位置呢,它会有一定的干涉 所以说往下很难再往里回去 所以说在你摆造型的时候呢 可以摆一些相对来说 有点有一点点张力的感觉就可以了 那么接下来呢,话不多说 咱们看一看这款人物的一些细节展示 首先给大家看的就是这个配件 一个天秤 天秤整体都是合金的材质啊,非常的沉 你可以把心脏放在左边 也可以放在右边 这个看你自己喜欢 三个小圆环 然后把这个三个小圆环 放在这个秤的这个凸起这个圆顶上 然后就可以把它放上去 右侧同样也是这样的 然后你可以把羽毛放上去 或者把心脏放这边都是可以的 我是这么给大家看的 它其实这个你安装的时候是这样的安装 它安装的位置是这样的 里面是有一个圆孔的 然后把它插进去 插进去之后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然后人物手拿上去 但是我觉得这个重量呢 还是比较沉的 一会试一试 一会试一试 这个我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一把阿努比斯制剑 这把剑呢整体也是合金的材质 非常非常的重 里面的刻印符文 你们可以看一看 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整体这个涂装颜色包括做旧 也非常符合埃及风的风格 这个重量十字招呢 它是可以放在人物的腰带上 这个整个是一个阿努比斯的一个头盔 阿努比斯的头盔 整体这个分量非常的沉 然后打开之后呢 它是有一个磁吸布的方式 金色的胡狼头 上方还是有一定的刻画的 包括做旧的效果 胡狼头盔下面呢 就是一大坨呀 就包括一些圣甲虫啊 大家是否能想到 德鲁斯之眼呢 都是有一些刻画在 还有两侧这个位置 还有三个布条 两边都是有金属链的 整体就是做了一个 金铜色的涂装效果 非常的沉 接下来呢 就是人物的主体部分 这个人物主体 非常的重 1204克 这款让我比较惊喜的地方 就是除了它的身上 这个合金材质啊 这里面的衣服的质感 后面的斗方做的这种 金色的漆面质感 也是非常的华丽 金甲也是合金的材质 然后臂环 包括它的小臂甲 还有它的胸甲部分 腰带部分 就连前帘这个位置 都是一个金属的材质 然后人物的后方 黑金色的一个裙子 人物的背面 金属小腿甲部分 上方还做了毛绒的设计 这个整体都是合金的材质 包括它的脚型也是一个实心的材质 然后这个素体呢 大家可以看到 里面还是做了一个黑色的短内裤 十字架 安装上 看看能不能安装上 十字架 盔甲部分呢 它其实做了一个皮革带子 然后做的一个连接方式 腰甲部分呢 两边还是有金色的链子 接下来呢 给大家看的就是它的人物的头雕 头雕部分做了三个八痕的处理 眼睛部分呢 做了一个碧蓝色的处理 包括头雕的纹理质感 我这个头雕鼻子部分呢 是有点摩擦的 上方是一个光头的设计 这个光头的合墨线我找找啊 这个光头的合墨线 你一般看的话 还看不太清楚 如果满分十分的话 大家能该打多少分呢 我觉得这个头雕做的 还是有一定的特色在里面 接下来我就把它组装上 给大家展示一下 组装之后的一个效果 这款阿努比斯整体的合金材质 用量十足 并且材质上的细节刻画也是很多 头雕部分我觉得 做的是符合埃及人的样式 而且总感觉像一个演员 你们有知道的吗 可以发在评论区里 四周有铁丝可以凹造型的斗篷 与丝绸短袖设计的都很华丽 阿努比斯之剑 以及带有天秤 包括身上金铜色的盔甲 都是合金的材质 最离谱的就是红色的心脏 也是合金的材质 戴上头盔全装备之后 妥妥的超过了三斤的重量 可见Fair Phoenix这个牌子 真的是用料狂魔啊 接下来呢 我就说说这款不足的地方 第一点是头盔设计的比较有意思 戴上之后 应该是不需要用眼睛看 就能感知到周围的一切 这可能就是冥界之神吗 生命制服后面孔洞的设计有点迷 生命制服放上去之后 不能很贴合的放在合金的腰带上 还有就是素体的部分 因为身上穿的合金铠甲 基本没什么太多的可动性 握持的手型和开掌的手型 插在关节处不是很牢固 尤其是拿武器的时候很容易掉下来 但是另一对握拳手插进去就很牢固 这个位置呢我研究了很长时间 总结的就是因为合金小臂甲有干涉 如果设计的再短个半厘米左右 可能就会好很多了 还有就是拿武器很难摆出一些姿势 因为武器太重了 还有一点就是这款分量十足的阿努比斯 没有支架 值得注意的是他之前出的两款也没有支架 我相信了解埃及神话的人都知道 为什么阿努比斯天秤上会有一个心脏和一个羽毛来衡量 这点大家可以在评论区里留言 我自己呢就不在这里给大家解释了 希望大家都在评论区里互动 这款的价格呢在1300左右 我觉得是中规中矩很华丽 合金材质也是非常足 但是小问题也是有的 以上就是这款阿努比斯所有的内容 也是我花费很多的时间深度把玩总结出来的成果 如果你喜欢五个这种用心深度把玩的视频 记得关注以后你还会看到更多有价值 并且好玩的视频 分享是爱 爱是分享 我是五哥分享 我们下期视频 不见 不散 祝各位笑口长开 再见